夺命狙法秒杀切,我是无底 今天我们来国际服练一下温九四 同时这一局我们要挑战温九四20杀吃鸡 众所周知这个模式40杀这局就胜利了 我们挑战20杀还是有所难度的 首先你得保证你的队友独够菜 这样就不会抢走我们的人头数 同时也要保证跟对手的差距一定要大 尽量能够血虐这些老外 温九四就是远处打这种抽奖枪 甩到就不亏 射速非常快 我可以打一枪之后迂回一下找掩体 然后再出来再甩一局 甩到头就是血钻 打中身体是不亏 没打中也没什么损失 所以拿到温九四我觉得是非常赖的 对面这个小老外不惜一切代价 是绕后想把我们绕死 事实上他也成功的做到了 现在该我们绕后了 这一枪没打到 但是他没反应过来 再来一枪 结果队友是收掉了 这一个人头是你们欠我的呀 没关系 现在已经打成平局了 十九比十九 优势我觉得慢慢要拉开了 对面在瞄着我们 对于这种固定吧 能打头还是尽量要打头 再来顺一下 就拿这种石头做掩体 打一枪立马缩回来 再出来再打一枪 感觉现在温九四真的是出神入化 这个模式如果国服也能拿温九四的话 感觉他的作用要比九八K 甚至AWM还要大 因为他是瘦速最快的弹发狙 温九四几乎不需要拉栓 你可以打完一枪之后 稍微等一等 再出来再打一枪 该我到后了 瞄着我们 准备再来枪 注意找掩体 还在瞄 现在就剩下最后五个人头了 我们一定要稳住 这时候一定要用英文 说这个老外呀 不要出去动 跟他们说一句stop就行了 不要乱跑 这一枪反杀是不是很帅 如果这局挑战成功 大家记得评论一个1 也可以点赞收藏转发关注 谢谢大家 现在被包了呀 不能一个人冲太近 没关系 还剩下最后一个